主要是錄音檔的部分 因為對方覺得當中有不連續的情況 他不連續誤會的意思是很簡單 因為當時我在錄音的時候 因為我一手在通電話 開口而已 一手在拿另外一手機錄音 最後因為講了很久 我就把他的手機放下來了 他覺得聲音變小 有效應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不是效應是聲音變小 那我也不能後面把他後製拉高 那這等於就是剪接了 所以我剛才也跟他們解釋了 所以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內容是談到什麼 那個錄音檔的內容 內容如果能講的話 我剛剛的法律上就講出來 內容大概就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查證的過程 因為他們會認為 整體事件他們會認定給我 我查證的情況下去講的這些事情 那我這邊能表態是 確實像我節目上所講的 證據是真的很難取得 畢竟已經過了二十多年 那王子嬌又出來講了這件事情 那王子嬌又出來講了這件事情 那王子嬌講的事情 剛好不到半年之內 我又聽到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在當中 剛好我跟 汪小飛也曾經有聯絡過 因為汪小飛也在 媒體上面跟自己的微博上面 曾經講過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終究很簡單 這件事情就 我希望 我也不再講 不再講多做任何的解釋 但是我只是想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 我只是很沉浸沉意 把我自己採訪的過程 做一個評論意見告訴大家 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從剛才沒有指控 他兩個檢驗系 那我不瞭解 為什麼他要告一個媒體 或者告一個媒體員 對 因為事實上 大家都很明白 誰說他們系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實在說 我到現在還是一個洪水 我還是一洪洪水 我只能 就我自己的工作的能力 我能所查證的 因為我並不是司法機關 我沒有調查的權力 對啊 我也不可能說 把人家抓起來就一定要聞到 更何況是 在6月19號 黃子椒講了這件事情之後 這些人都不一口 都不敢說了 為大家都怕被扣下去 這很簡單的人性 對啊 我只是就是在節目上面 因為製作單位 希望我分享一些過去採訪的時候 如果說我講類似的爆料 那我照實講實話 那我不見得不報 我不認為說講實話 應該要受到這樣的對待 對啊 對 確實之前 在還沒有開庭之前 我就曾經濕底下的聯絡椒哥的助理 就是確實了 就是我有先告他這件事情 那他要不出庭 我會尊重他 那這一次是 法官可能就是沒有 沒有穿換正能的必要 因為其實坦白說 呃 椒哥所講的事情 大家都聽到 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這個東西 有什麼好追溯的 沒什麼好追溯的啊 最近過了二十幾年 有什麼好追溯的 你要追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就是 呃 但是我知道說就是 呃 大小孩子可能希望 自己有更良好的名譽 那 我只能就是 在這邊跟大家講的說 我沒有要去傷害名譽的任何的 呃 主觀 或是故意 或是過失 沒有 我就是是 就是很單純的 把我過去的工作的情況 跟大家跟我去掉 所以 沒有其他的 我如果要指控的話 你們也看過我直播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吧 對